第二十一章 医学常识 怀庆秀眉微粗 随着许七安的动作 他看向色泽暗淡的黄绸布 清清冷冷的嗓音里夹杂着急切 你发现什么了 许七安耸肩 我猜玄机就在这块布里 但我不知道藏着怎样的急 怀庆漂亮的眼睛里闪过 不明白他刚才为什么说的那么质地有声 魏冤的目光随之落在黄绸布 说道 这是宫中正三瓶以上的瓶飞 才能用的料子 宫中飞瓶也有品质 位列顶端的是皇后 贵妃 扶妃这种有固定称号的 是正义品 再往下 夫人 贵姬 昭仪等等 都在正三品之内 后宫家里的等级划分 触及到许七安的知识盲区了 不过问题不大 他问道 所以 宫女怎么会有这种料子 四皇子回答 要么是有贵人赏赐 要么是偷的 许七安点点头 魏冤接过色泽暗淡 有些年头的黄绸布 审视了一遍 远景三十一年春 这一年有发生什么事吗 卑职指的是宫里 许七安灵机一动 直接询问 当年有没有发生过大事 这是他从上一次 皇后被废中得到的灵感 远景十三年 皇后被打入冷宫 次年魏冤出征 痛击北方蛮族凯旋 皇后从冷宫里出来 如果不是了解到这件事 许七安想破脑袋 也只能猜测远景帝念及旧情 赦免了皇后 所以 宫女黄小柔留下的料子 绣着远景三十一年 或许可以从年份大祭祀里 寻找线索 魏冤和怀庆同时摇头 再想想 许七安不甘心 两人还是摇头 好吧 两位大学霸联手否决 那多半没指望了 也是 区区一个宫女 怎么可能和大事件扯上关系 许七安舔了舔舌头 有些兴奋 夫妃案查到现在 总算进入困难模式了 之前的线索 都是幕后黑手故意抛出来的 案件本身难度不大 换句话说 即使不是他接手案子 其他人也能查出来 区别只在于时间长短 而如今 跳出了幕后黑手的引导 终于轮到他许白嫖 大展身手 等等 许七安脑海里 忽然有闪电披露 想到了一个 自己忽略了的细节 他挺直腰板 脸色严肃 道 魏公 卑职有件事要请教 见自己赏识的小铜锣 一本正经 魏冤放下茶杯 温和道 说 卑职回京之前 夫妃案一直拖延着 三思推诿 不愿去查 如果 卑职真的死了 这案子是不是会坐实 是太子所为 许七安最开始认为 是此案牵扯甚大 三思不愿接手 直到他复活 恰好接过这个烫手山芋 当日见太子时 大理四卿也暗讽过 他是马前卒 魏冤重新端起茶杯 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茶 今日陛下要废后 三思和诸公不同意 认为应该先让三思确认之后 再商谈废后 而不应该是陛下说废就废 诸公的想法 无外乎三点 一 废后事关重大 得走流程 不可轻率 二 诸公厌恶这种突如其来的事端 这会让他们觉得自己 对朝堂的掌控不够 三 他们需要时间去盘算费后之后的事宜 所以说 君与臣 自古便是对异之人 许七安明白了 所以 太子之事亦是如此 魏冤汉首 太子事关国本 其实陛下说 三日就三日 三思不是不查 而是告诉陛下 他们需要时间 所以 其实根本不需要我 即使我没有回来 再过数日 也会有人接手这个案子 然后根据幕后真凶给的线索 暗图所记 一步步查到皇后头上 许七安的话 让四皇子惊讶地瞪大眼睛 魏冤则是若有所思 所以 你昨夜遇刺 是因为幕后之人 不想你再查下去 他害怕了 怀亲公主一针见血 说出了许七安心里的猜测 害怕 四皇子不解 许大人的复活 超出幕后之人的预料 而他的名声太响亮 幕后之人不敢让他继续查下去 因此 在线索指向母后 幕后之人便立刻派出杀手 打算铲除许大人 怀亲给包凶解释 原来如此 四皇子问道 那我们现在怎么查 魏冤和怀亲不说话 看向了许七安 他们都是极聪明的人 但查案还得靠专业人士 就像许七安常常觉得自己的智商堪比爱因斯坦 但也得承认 造原子弹这种小事 他还差了一点点 得靠专业的科学家 迎着三人的目光 名侦探许宁艳沉声道 本官要开关验尸 皇宫 四皇子和怀亲公主 带着许七安进了宫 马车驶入宫门 许七安掀开帘子 提议道 还是得通知一下那位小公公 毕竟这是陛下给我定的规矩 四皇子想了想 汉手道 不错 许大人果然是个手律遵纪的人 对大奉 对父皇忠心耿耿 你想多了 我只是从心而已 许七安感动地说 四皇子会掩食人 怀亲在另一辆马车上 为出格的公主和年轻男子 共乘一辆马车这种事 肯定是不被允许的 如果没有四皇子这个碍眼的大舅哥 许七安或许会厚着脸皮试探一下 要求与公主殿下共乘 四皇子当即派人前去通知 一刻钟后 穿着浅蓝色飞鱼服的小公公 飞奔着赶来 他疑惑地看着许七安 道 许大人 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 许七安回答说 陛下一日没有收回金牌 本官就会继续查下去 好 好吧 小宦官其实不想再接这个差事了 还想多活几年的 但怀庆和四皇子都在身侧 他不敢拒绝 很无奈地跟在许七安身后 随着他一道去了冰窖 临近冰窖 许七安忽然吩咐 你去请一个老嬷嬷过来 打发走小宦官 许七安 怀庆公主和四皇子进了冰窖 见到了宫女黄小柔的尸体 他脖子 胸口的解剖痕迹已经被缝合 陛下重新验尸过了 许七安盯着宫女黄小柔的尸身 看见这具腹肿 惨白的尸体 四皇子连连皱眉 撇开目光 你还要验什么 怀庆面不改色地问道 还记得昨日验尸时 卑职与殿下说过的规矩吗 许七安招呼管理冰窖的宫官过来 说道 把他抬到院子里 这里光线太暗 怀庆愣了一下 接着意会了许七安的意思 白皙的脸颊悄悄挂上一抹晕红 他知道 许七安要干嘛了 两名宫官从外头进来 抬着简陋木板离开冰窖 把尸体放置在院子里 暴露在阳光下 许七安让尸体在阳光中静置片刻 直到小公公领着一位老嬷嬷过来 许七安一看 乐呵起来 是那位车记比他还好的老嬷嬷 老嬷嬷见到怀庆和四皇子 连忙行礼 接着 朝许七安小声抱怨起来 这位大人 怎么又让老奴来验尸 老奴又不是武作 成天宴来验去的 饭都吃不下 走得近了 看见是一具浮肿的丑陋女尸 老嬷嬷啊一声 捂住了眼睛 验不了验不了 求大人莫要为难老奴 四皇子眉头一皱 就在开口训斥 许七安白白手 然后掏出一粒碎银 大概有五钱 放在掌心 摊开 笑道 嬷嬷 能不能验 老奴还是很乐意为大人效劳的 老嬷嬷和颜悦色地说 大人想验什么 许七安指着女尸 验她是不是严丝合缝 老嬷嬷用粗布料裹住手 分开了女尸的双腿 四皇子和怀庆同时转过身 不看接下来的操作 大概十几秒后 两人听见老嬷嬷了一声 这具女尸不是厨子 不是厨子 怀庆和四皇子相视一眼 既惊恶又震撼 所谓后宫家里三千人 这三千人里 其实包括宫女的 历朝历代 皇帝灵姓宫女的例子 比比皆是 大奉开国五百年 历史上宫女出身的妃子不在少数 皇小柔虽然是个不起眼的宫女 但她本质上属于皇帝的女人 是远景帝的私有财产 后宫里所有女人都是皇帝的 灵不灵性是一回事 但制度就是这样 许其安眼睛一亮 仿佛自己的某种猜测得到了证实 她跨前一步 说道 嬷嬷 你再看看 她是不是怀孕过 这 老嬷嬷看了眼浮肿的女尸 老脸皱成一团 老奴就看不出来了 要你何用 把银子还给我 许其安心里吐槽 由于片刻叹口气 算了 你揍开 我自己来 于是她接替了老嬷嬷 分开了女士的双腿 一刻钟后 院子里 许其安双手放在水桶里 不停地搓 不停地搓 一块方形造脚 被她用得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穿着白色宫装 身段高挑的 长公主怀庆站在一旁 梁峰拉扯着她的裙摆 浮动她的发丝 冰青玉洁 亲力角色 你还要洗多久 怀庆的声音里 带着无奈 洗到换一层皮 许其安美好气道 虽然她的中指和无名指 也曾在泥泞的道路上 来回跋涉过 但他们绝不应该 受刚才那样的委屈 都怪那个老嬷嬷 本事没多少 还探了我五千银子 殿下你要给我报销 怀青自动无视了她的牢骚 问道 你说她怀过孕 有什么依据 这个就多了 女子怀孕后 小夫和大腿根部 会出现火花状的细纹 这个东西叫做认身纹 如果是这样 方才 那老嬷嬷怎么没看出来 调养得当 认身纹会消失 黄小柔身上的认身纹 很淡很淡 再加上尸体泡水浮肿 认身纹变得更难分辨 连杯子都不敢确认 老嬷嬷想必也是如此 许其安边搓手 边解释 再一点 昨日验尸时 我给殿下展示 黄小柔乳下的伤疤 还记得我的动作吗 许其安做了一个 用力往上翻的动作 怀青有些羞难 这家伙 总是在她面前 做一些无理的举动 她再怎么不拘小杰 到底也是个未出格的公主 当然 天赋异禀的女子 也可以达到那种规模 所以 这一条仅是参考 许其安在心里补充道 殿下 您就是那种 天赋异禀的女子 那你刚才 为什么要亲自验尸 怀青问 如果只是这两条 那许其安 根本没必要亲自出手 许其安沉默了 有没有生过孩子 除了认身纹外 还可以根据 宫颈的形状来判断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太学术了 就像当初 她教许凌英男孩长大后 和女孩长大后的区别 用的是通俗易懂 老少嫌疑的方式 女子未生育前 就如同雏鸟嗷嗷待哺 嘴巴是张开的 生育之后 便心满意足 所以 嘴巴是闭合的 许其安谨慎措辞 怀青茫然地看着她 许其安挠挠头 公主 看过医书吗 怀青看着她 冷冰冰道 昨日验尸时 你忽然头疼欲裂 本宫为你把卖诗说过 略通医术 哦 那就简单了 许其安机长 笑了起来 未生育的女子 胎宫口的形状是欧字形 生过孩子 就变成了一字形 这个解释 聪慧的怀青公主 能够描懂 只是想到她刚才的 那番虎狼之词 怀青就不想理她了 不通医术的四皇子 似懂非懂 感慨道 许公子博学多才啊 这个知识点 来自许其安上辈子 碰到的一桩情杀案 死者是为脚踏两只船 布了成歌后尘的女子 老法医解剖尸体时 说 你别看她没结婚 其实房子死过人 当时充当助手的许其安就说 老司机代代我 于是带出了这个知识点 我让人查过黄小柔 她是远景二十八年进宫的 许其安看了两位殿下一眼 前台此事 有人撬远景帝抢脚 远景二十八年的时候 老皇帝早就禁欲修道了 她连倾国倾城的皇后 风华绝代的陈贵妃都不碰 怎么可能碰一个小宫女 会是谁 四皇子陷入沉思 许其安默默看着她 你看本宫做什么 四皇子感觉被冒犯到了 许其安收回目光 分析道 这个人其实很好找 他必然满足二个条件 一 能相对自由地出入后宫 总是符合这一点 二 胆子很大 有恃无恐 否则不敢对宫女下手 这时 怀庆突然说 皇兄 本宫有话 想和许大人说 四皇子皱了皱眉 看了包眉眼 缓缓点头 本宫先走了 目送四皇子离开 怀庆冷冷地挟了 眼缘紧低的儿目 小宦官 滚出去 小宦官低着头 一声不吭地离开 支开所有人 怀庆盯着许其安 神情肃穆 许大人 黄小柔自尽 母后认罪 多半与这个男人有关 许其安拨弄着桶里的水 瞳孔扩散 没有焦距 公主太主关了 查案一定要冷静 根据线索提出假设 我们现在发现 黄小柔曾经怀孕过 假设那个男人不是陛下 另有其人 假设黄小柔自尽 皇后娘娘救她 认罪 都是因为那个男人 那么 她还需要符合一个条件 这个男人与皇后娘娘关系亲密 却与陛下没有太大的干系 所以她可以出入后宫 但如果做出霍乱后宫之事 陛下会毫不犹豫斩了她 四皇子是陛下的嫡子 即使霸凌了宫女 陛下再怎么愤怒 也不至于杀她 皇后自然就没有认罪的理由 因为没必要 说到这里 她抬起头 与怀庆那双秋水明眸对视 殿下心里可有人选 怀庆沉着脸 语气冷冽 我想到一个人 第二十二章 真相 果然 能让皇后如此重视 甘愿被打入冷宫 也要保护的男人 身为女儿的怀庆 不会一点头绪都没有 如果我是福尔摩斯的话 怀庆你就是华生 许契安点点头 追问道 是谁 怀庆本就清冷的脸 愈发的没有表情 语气也淡漠疏离 吐出两个字 国旧 国旧两个字 仿佛是解开谜题的钥匙 让许契安豁然开朗 把所有的线索贯通 终于理清了浮飞案的脉络 这位国旧 是皇后娘娘的胞弟 或胞兄吗 许契安嘖嘖一声 也只有同父同母的亲兄弟 才能让皇后 宁愿背上罪名 也要保他 怀庆公主微微点头 国旧是母后的胞弟 一个纵情声色的顽固子弟 不学无数 单于美色 凤气宫的宫女 都很讨厌她 因为每次她去探望母后 私底下 总要对他们动手动脚 言语之中 似乎对那位亲舅舅 极为厌恶 嫌弃 到此时 本宫才想起一些事 国旧以前偶尔会进宫探望母后 但几年前 忽然不再来了 如今再看 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除了宗室之外 皇后 皇贵妃 贵妃的家人 也可以进宫探望他们 只需要提前向宫里报呗 许契安蹲在地上 双手进入水桶 四十五度脚望天 难难道 宫女皇小柔 遭国旧爷强暴 怀了孕 所以想不开自尽 但皇后安排在她身边的人 及时发现 将她救了下来 不对 不是这样 怀亲恰恰相反 低头看着脚尖 轻声道 你不是说她生过孩子吗 那流产呢 流产是不是也会 胎宫口闭合 宫女怀孕是瞒不住的 但皇小柔既然熬到了现在 那说明 孩子并没有出生 许契安恩一生 三四个月就会有妊娠闻了 流产后 胎宫口会闭合 我更倾向于 皇后把孩子留了 因为孩子不能出生 不然国旧就完了 怀亲汉守 所以 宫女皇小柔怀恨在心 与幕后之人联手 表面构陷太子 实则暗指 皇后与未公 如果是这样 那皇小柔对皇后娘娘 可谓恨之入骨 嗯 也对 杀子之仇嘛 可我总觉得 没有那么简单 你想问什么 殿下果然聪明 皇后娘娘 为什么不杀了皇小柔呢 这样一了百了 母后的确心词手软 怀亲遗憾摇头 看她的表情似乎是哀气不幸 怒气不争 这么看来 皇后似乎是个心软的女子 换成怀亲的话 估计当时就杀了皇小柔 永绝后患了吧 怀亲是个能成大师的女人 这一点我可以确认 许其安抬手想摸下巴 抬到一半又顿住 一边把手重新伸入水桶 一边说道 那案子就明朗了 皇后肯定也在关注扶飞案 当她发现杀害扶飞的是皇小柔 那天本官找她质问 她便知道 幕后之人打算用国旧来算计她 这是杨某啊 要么牺牲国旧 要么牺牲自己 不过 话说回来 皇后娘娘真是个伏地魔 怀亲皱皱眉头 伏 此话和解 为了一个不成器的弟弟 宁愿被打入冷宫 而她一旦被废 四皇子就不是嫡子了 那将真正的无缘地位 怀亲看了她一眼 沈笑道 后宫之中 妃嫔们与身处冷宫有何区别 这倒也是 许其安迎着怀亲的目光 这是公主殿下 第一次在她面前 表露对原景帝的不满 母后从不理会后宫之事 她对皇后之位并不眷恋 用后卫换国救一命 她想必很情愿 不过 四皇兄必定心生怨恨 所以 殿下才会支走四皇子 怀亲点点头 问道 皇愁料子又怎么解释 远景三十一年春 应该是宫女黄小柔失身的时间 不对 有件事很奇怪 黄小柔自尽是四年前 远景三十一年是五年前 远景三十七年才刚开始 咱们先不算 许其安眉头忽然一皱 怀亲公主明白了许其安的意思 悦尔的嗓音说道 按照时间推算 是被迫流产之后自尽的 母后打掉黄小柔 服装胎后 安排了何而照顾她 确实是这样 与我们调查的结果能对应 但殿下不觉得奇怪吗 你刚才也说了 怀孕产子在后宫里是瞒不住的 黄小柔一个宫女 凭什么敢这么做 除非她有恃无恐 不可能是父皇 怀亲摇头 对此 许其安表示赞同 以远景帝对长生的渴望 对修道的执着 绝对不可能灵性一个宫女 咱们去问一问这位国舅爷吧 光在这里瞎菜没意义 许其安的提议 得到了怀亲公主的认同 她似乎正有此意 两人当即离开兵教 远远地看见小宫官的身影 她还没离开 这小太监有点时尚啊 许其安走过去 说道 我与怀亲公主要出宫一趟 你先去休息吧 今日之事 莫及着向陛下汇报 小宫官看着她 欲言又止 有话你就说 别吞吞吐吐 许大人 奴才有点怕 别怕 我会轻一些的 许其安哈哈笑道 放心 不该知道的 我不会让你知道 你好好听话就是 小宫官这才松口气 有您这句话 奴才算安心了 许其安员以为能与怀亲共乘马车 没想到薄清寡义的怀亲 给了胎皮骏马 坐在马背上 跟随公主的马车 朝国旧服行去 许其安不由想起了 自己心爱的小母马 昨天遇刺 他把小母马赶走了 反杀三名刺客后 便去了衙门养伤 直到现在 他依旧不知道 小母马的行踪 不过 他今早进宫前 有吩咐同僚 去找小母马 车窗打开 怀亲探出脸 五官无瑕 鼻子挺秀 红唇鲜艳 唇角精致如刻 美眸宛如一红秋水 清澈剔透 即使母后确实是为国舅顶罪 幕后之人 依旧没有找出来 他叹息道 许其安没有回答 而是反问道 我更想不明白的是 幕后之人 为什么直到现在 才对皇后出手 两人相顾无言 国舅府在皇城中 许其安和常公主 抵达国舅府 问了守卫 才知道 国舅不在皇城里 而在内城的老宅 去问问 国舅什么时候 搬到老宅去的 怀亲打开车窗 吩咐随行的侍卫 侍卫问完 回复道 今早 今早 远景帝就是 今天早上朝会时 提出的废后 许其安下意识看向怀亲 发现大老婆也在看她 去上官老宅 怀亲公主冷冷道 金丝南木 打造的豪华马车 缓缓驶出皇城 用了半个多时辰 才抵达上官市祖宅 出乎意料 上官市的老宅 只是一座三进的大院 规模 比许其安买的那栋豪宅 强不到哪里 当然 论精致和奢华程度 肯定要吊打徐府 而且 这里守卫很多 许其安趁着马车 缓缓停下 从怀里 夹出一张路上 准备好的忘记树纸张 以气机引燃 马车在上官府外停下 怀庆踩着小马扎下来 静置进了府 门口的侍卫不敢拦 途中 怀庆与许其安说起 上官市的家史 上官市并不是 忠明鼎时的大族 外祖父上官清官 拜护部左侍郎 兼东阁大学士 但这都是在上官皇后 入主奉七宫以后的事 在此之前 上官家不过是一个小家族 怀庆的外祖父上官清 也只是做到户部读之主事 正六平罢了 魏家和上官家是世交 魏公少年时 家境贫寒 曾在上官家读书 外祖父算是 他的半个寿业恩师 怀庆公主说道 许其安点点头 他也是今天才知道 魏冤和皇后的渊源 那魏公 他顿了顿 还是问出了疑惑 是怎么进宫的 怀庆公主摇头 穿过前院 司主管月之声传来 远远的 他们看见后堂的门敞开 七八名身穿薄杀的舞姬 翩翩起舞 乐师奏响迷你之音 许其安瞪大了眼睛 说实话 他在教方司见惯了这样的场面 但就算是教方司里的舞姬 也没有堂内 那些女人穿得大胆 那些女人既没穿肚兜 也没穿泻裤 仅仅套了一层薄薄的纱衣 卖弄风骚 堂内 主位坐着一个皮肤白皙 皮相极好的中年男人 留着两片小胡子 左手搂一个美人 右手搂一个美人 色迷迷地欣赏着 翩翩起舞的舞姬 两侧坐着几名时刻 好不快活 许其安对这位国舅的荒唐好色 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包姐都快被废了 她还在这里纵情声色 更荒唐的是 皇后还是为她背锅的 气抖冷 伏地摸们什么时候可以站起来 长公主在堂外停了下来 侧头 看了眼许其安 心领神会的许其安 摘下佩刀 走到门口 用刀鞘框框框地敲击门框 喝道 茶房 男的蹲左边 女的蹲右边 抱头 身份证拿出来 沉迷声色的众人吃了一惊 这才注意到 站在外头的许其安 和怀庆公主 武姬们停止了舞姿 乐师们不再弹奏 留着两撇小胡子的国舅 先是一愣 继而眉头紧皱 怀庆跨过门槛 进入堂内 冷冰冰道 所有人退出大堂 不得靠近这里摆布 为令者 杀无赦 许其安大声道 是 拇指一弹刀柄 配刀出鞘半寸 环顾堂内众人 喝道 还不快滚 乐师 武姬和时刻 一哄而散 不许走 不许走 国舅大喊 但拦不住散去的人群 气得跺脚 指着许其安喝骂 你是哪来的狗奴才 来人啊 来人 许其安心说 难怪怀庆对这个舅舅如此厌恶 难怪他会第一时间怀疑国舅 这是24K纯顽固啊 喊了几声 见外头没人支援自己 国舅便不喊了 眯着眼 看向怀庆公主 怀庆 你不在宫里待着 来舅舅府上做什么 父皇废后的事 国舅可知 怀庆声音宛如龙冬里的风雪 透着森森寒意 父皇今日早朝提出废后 国舅身为母后胞弟 还有心情在府上饮酒作乐 自然是知道的 国舅突然烦躁起来 但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又不是为冤 我说不让废后 陛下就会同意 国舅知道 父皇废后的原因吗 常公主问道 还不是姐姐为了让四皇子当太子 构陷东宫那位吗 国舅大声说 说完 她吃了一声 似乎对皇后的做法很不屑 许其安小心翼翼地看向怀庆 她从头到尾都很平静 或者说 冷漠 她正要逼问黄小柔的事 忽然看见怀庆摆了摆手 阻止了她 公主殿下冷笑一声 国舅 本宫是奉黄命来击拿你的 国舅一愣 击拿我 凭什么 怀庆终于露出了冷笑 凭宫女黄小柔 文言 国舅如遭雷击 整个身子都是一阵 她眼里闪过惶恐之色 强称着说 什么黄小柔 怀庆 你在说什么胡话 你在说什么胡话 她竟朝着怀庆公主大吼起来 不见棺材不掉了 怀庆伸出手 许其安把色泽黯淡的 黄愁料子递了过去 她结果 用力甩在国舅脸上 远景三十一年春 你对黄小柔做过什么 你心里最清楚 国舅待住了 黄愁料子从她脸上滑落 仿佛也带走了 她最后一点血色 国舅瞳孔涣 神色惶恐 谁告诉你的 谁告诉你们 黄小柔的事 国舅喃喃道 自然是皇后娘娘 许其安配合着框了一句 放屁 国舅也反应出奇的大 血色慢慢涌上她的脸 分不清是激动 还是愤怒导致 她大声说 我是上官家的独子 她怎么可能出卖我 她怎么敢出卖我 她将来有何颜面去见父亲 你们休要骗我 许其安道 因为黄小柔牵扯进了扶飞案 她的过往被查出来了 皇后不得已 只能坦白 远景三十一年春 你在宫中玷污了黄小柔 她说得很肯定 不可能 黄小柔早就已经死了 皇后答应会 我要灭口的 国舅震惊道 事实是 皇后没有灭口 她只是打掉了黄小柔腹中的胎儿 怀庆说得没错 皇后太过心慈手软 许其安侧头看了眼长公主 怀庆依旧没有表情 淡淡道 如实交代吧 于本宫说 总好过在打更人的牢里坦白 或者 国舅想尝试打更人地牢里刑罚的滋味 国舅颓然坐下 是 黄小柔的确与我油染 但她是心甘情愿的 因为她以为我是陛下 我喜好美色 但厌倦了青楼和教坊司里的女人 府中的姬妾与我而言 早已没了新鲜感 渐渐的 我发现宫里的女人 比外头的女人更让我着迷 都怪姐姐不好 她的凤七宫有那么多宫女 她却连碰都不让我碰 陛下沉明修道 不尽女色多年 我要一两个宫女怎么了 她是后宫之主 只要她同意 谁又能阻止 我又不要陛下的嫔妃 那天 我去凤七宫探望皇后 见到了一个洒嫂的宫女 她生得清秀可人 惹人怜爱 我以为是凤七宫新来的宫女 便上前动手动脚 哼 她以为我是陛下 羞红着脸不敢拒绝 任我失位 黄小柔是远景二十八年进宫的 那时陛下已经沉迷修道 不再去后宫了 一个小小的宫女 根本没见过远景地长什么样 许七安心里琢磨着 忘记出效果没有散去 她知道 国舅没有说谎 我趁四下无人 就带着她进了厢房 心雨水之欢 事后 她满心欢喜 认为自己侍奉了陛下 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能让陛下破戒的女人 别说是她 后宫里上至妃嫔 下至宫女 谁没幻想过自己能与众不同 被陛下灵性 假冒皇帝灵性宫女 难怪皇后要死保你 这十条命也不够堪 国舅咽了口唾沫 后来 我十岁之位 常借着探望皇后的名义 与黄小柔优惠 我在她身上 体会到了不一样的感觉 和其他女人都不一样 但万万没想到 她竟怀孕了 到那时我才慌了 将此事告知皇后 她痛斥了我一顿 下令不许我再踏入后宫半步 并答应我 杀黄小柔灭口 替我收拾残局 许其安悠悠道 所以黄小柔一直以为 自己怀的是龙肿 因此被强迫她流产的皇后 恨之入骨 等她后来知道自己被骗 原来那个诱坚她的人不是皇帝 而是你这个国舅爷 可当时胎儿都没了 事情已成定局 她又惹不起皇后 羞怒之下 自尽了 但皇后过于心善 对你的所作所为心怀愧疚 所以从于药房取了灵丹妙药 救了黄小柔一命 却没想到 在四年后的今天 埋下了祸端 这都怪她 她当初若是杀了黄小柔 又岂会有今日 国舅气急败坏 是她害了我 都怪她 你说谎 许其安忽然打断她 立声道 如果只是黄小柔 那皇后不必为了你去顶罪 黄小柔已经死了 死无对证 皇后大可不认 她既然认了 说明除了黄小柔之外 你还有一个把柄在别人手里 第23章 闭门庚当初为了彰显身份 我从皇后宫中 悄悄拿了一节料子 说到这里 国舅看了一眼黄绸布 许其安明白了 原来黄小柔身上的黄绸段子 是这么来的 不过 宫中有这种料子的嫔妃应该不少 单凭一块料子 很难作为证据才对 许其安想到这里 忽然听怀庆淡淡道 许大人能根据验尸的结果 循着蛛丝马迹锁定国舅 何况是早已知道内幕的幕后主使呢 倘若母后不认 那么 接下来自然就会有证据 帮助许大人 查到国舅头上 何况 以咱们国舅的铁骨蒸蒸 镜尖牢一夜 什么都招了 怀庆嘴角 勾勒出冰冷的弧度 她说的有道理 是我思维产生惯性了 这么一个顽固 恐怕把柄还多着呢 问题的结症 不在于她有多少把柄 而在于皇后的选择 虽然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但毕竟是唯一的弟弟 如果二郎整天干七男霸女的事 政敌用她来攻击我 那我就不救二郎 许其安脑海里浮现 许新年带着一群护从 把梁家女子围在中间 许二郎一脸吟笑地迎上去 画面真美 让我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嗯 以二郎的颜值 我要见皇后 我要见皇后 国舅激动地扑向怀庆 像是一个犯了错诞 渴望有人给她兜底的孩子 陛下要废后就废吧 反正她也不爱陛下 后卫对她来说可有可恶 但是怀庆 你就只有我这么一个舅舅啊 住口 怀庆罕见的大怒 极言利色 父皇与母后的感情 岂容你诋毁 真他娘的 是个人才 与其说是胆大包天 倒不如用愚蠢来形容 做事顾头不顾尾 总想着 有人给她擦屁股 这和心智不全的热血少年 是一样的 哥在我那个时代 就是巨婴啊 缺少社会的毒打 许其安心里嘖嘖两声 最关键的是 给皇帝戴帽子 的确很刺激 但真正敢付诸行动的 这位国舅爷 是蝎子拉屎独一份 这事儿 不管是皇后被废 还是国舅得到应有惩罚 都是皇帝家事 与她干系不大 所以她的心态是很轻松的 顶多心疼一下怀庆 但以怀庆对国舅的厌恶 想来国舅哪怕被砍了头 大老婆也不会伤心吧 突然 许其安心里灵光一闪 皇后是国舅的包姐 不能真的对她怎样 但卫公怎么会容忍 这种猪队友的 即使两家是市交 但以卫公的手腕 敲打一个顽固子弟 让她老实做人 绝对是轻而易举的事 卫公知道这件事吗 许其安问道 闻言 怀庆立刻看了看她 若有所思 卫言 前一刻还惶恐无助的国舅爷 忽然变得阴狠且愤怒 冷笑道 这一切肯定都是未冤设计的 一定是她 她害死我父亲 现在又要害我 她就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活该她断子绝孙 许其安小小的脑瓜里 闪过大大的疑问 进府之前 怀庆还和她说 卫家和上官家是市交 可从国舅爷的态度上看 这哪里是市交 是市仇还差不多 想到这里 许其安立刻看向怀庆 她皱着眉 似乎同样不了解其中内幕 也为国舅的话感到困惑 许其安清了清嗓子 主动质问 什么意思 未冤为什么要害你 国舅看了她一眼 冷冷地笑一声 我敢说 你敢听吗 你知道未冤当年 怕 话说到一半 许其安一巴掌扇过去 打断了国舅 好了 我不想听 我现在 只想把你带回打根人崖门 许其安说话的时候 扭头看向怀庆 征求她的意见 怀庆公主道 带走吧 怀庆 怀庆你 不能这么对我 我是上官家的独子 你母后不会同意 你这么做的 国舅被许其安拎着出了府 按照怀庆的吩咐 她国舅被转交给几名侍卫 由他们押送去打根人崖门 许其安跨上马背 刚进车厢的长公主打开车窗 清冷的声音说道 许大人 不妨与本宫同乘一辆 哎呀 这样不好 孤男寡女的 怎么能共乘马车呢 我跟妹妹婶婶 都没坐过一辆马车 许其安飞快地跃下马背 钻进金丝楠木建造的豪华马车 车夫一抽马鞭 两匹骏马丝叫着卖动蹄子 迅捷又平稳地 驶离上关祖宅外的街道 向着皇城而去 车厢里 铺设着松软的羊绒地毯 最里头是一张软塌 软塌铺设青色奎龙棉垫 两张大椅 和一张钉死的茶几 长公主从茶几下的木柜里取出茶叶 点燃无烟的受惊叹 一边煮茶 一边道 许大人有什么建议 这就是古代版的保姆车呀 这一辆马车 估计就只几千辆银子 许其安心里感慨 文言 陈寅道 殿下想必心里有主意了吧 怀庆缓缓点头 我向来不喜国舅 此事因他而起 自当因他而终 前台此事 我准备把国舅交出去 但即使如此 皇后依旧有包庇之罪 许其安皱眉 这个可大可小 如果远景帝宽宏大量的原谅 那么小城即可 不必废后 反之 远景帝可以借此废后 罪名也够了 以许其安对远景帝的了解 这位皇帝占有欲强 权欲重 这种人心思深沉 但同样眼里柔不得杀子 谁说母后包庇了 是国舅了解夫妃案后 知道自己所作所为即将败露 于是派人苦苦哀求母后 母后念及血脉之情 虽痛恨国舅 做出这等祸乱恭维之事 但依旧选择替国 就承担了罪名 怀亲公主表情和语气 纹如老狗 脸上仿佛写着没错 这就是实情 这 许其安叹息道 公主说得有理 我去 这女人娶回家的话 想偷情和出轨都难了 本宫倒是很好奇 国舅没说完的那句话 许大人为什么打断 常公主轻飘飘地开口 许其安淡定地审视 怀亲经雕过似的漂亮五官 刚才国舅想说什么 卑职不知道啊 殿下想了解的话 回头卑职提你审问 他刚才是故意打断国舅的 因为这件事 涉及到未冤了 对于许其安来说 有两件事 是需要自己避讳的 第一是公为秘闻 这个不用多说 第二是关乎到魏冤的秘密 魏冤是他的顶头上司兼靠山 如果要想在京城继续混下去 就必须维护好与魏冤的关系 那么 魏冤的一些秘密 他就不该知道 除非魏冤亲口告诉他 怀亲笑了笑 转而说道 皇后的事 不必许大人操心了 魏公会处理的 你要做的是找出幕后之人 许大人有什么想法 许其安皱了皱眉 看着底部被青红色火焰 舔尸的紫砂壶 半天没说话 打个人衙门 好气喽 黑伊丽媛进入茶室 公声道 魏公 怀亲公主的侍卫 押着国舅到衙门了 国舅嚷嚷着要见你 魏冤低头看折子 头也不抬 淡淡道 将死之人 不必见了 据通知南宫金罗 好好招待一下国舅 黑伊丽媛退下后 魏冤和上折子 缓慢夺不到瞭望台 深邃沧桑的目光 遥望皇宫 回到皇宫 怀亲静职 去了凤妻宫 许妻安打算继续查 名单上的人物 他喊来小宦官协同处理 顺着名单 暗图所记 查到最后一个人时 碰了个钉子 那人是锦绣宫的宫女 蓝儿姐姐在服侍贵妃娘娘 许大人晚些时候再来吧 守门的宦官拦住了许妻安 许妻安看了眼天色 和颜月色道 那本官什么时候过来为好 宦官不嫌不淡道 谁知呢 明儿再来吧 案情紧急 乃能这么拖延 我就是稍作了解 一句话的事情 许妻安掏出无两银子的银票 劳烦公共通融 守门宦官收了银子 扭头禁了 再没有回来 欺人太甚 小宦官大怒 不愤道 许大人 那狗东西耍你呢 我要是这么闯进去 会怎么样 许妻安面无表情 哎呦 不可 小宦官连忙阻止 劝道 私闯后妃请公是大罪 许妻安点点头 转身就走 小宦官小跑着跟上来 说道 索性就算了 天色不早了 大人还是先回去吧 不 本官要找林安殿下报销 第24章 没有说谎 韶英宫 林安的心情不错 今日远景帝在朝堂提出废后 经过半天时间的发酵 大奉官场 几乎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身在宫中的林安自然 也有所耳闻 穿着华美红裙的二殿下 哼着小曲 坐在葡萄藤家的秋千上 裙摆下 两只小巧精致的袖鞋 欢快地晃荡 她心情好是理所应当的 皇后承认 构陷太子 杀害扶妃 那么太子哥哥很快就可以 从大理寺出来 母妃也不用天天以泪洗面 还有还有 狗奴才也活着回来了 短短半寻 简直时来运转 林安竟有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怀亲现在肯定很悲伤 哼 谁让皇后构陷我太子哥哥的 嗯 念在本宫心情好的份上 这几天就不找她炫耀了 左腰的心蠢蠢欲动 但考虑到怀亲的拳头比自己大 表表选择遵从心的意愿 过阵子再找怀亲挑衅 到时候把狗奴才带上 她是栗战数千敌军的英雄 肯定能保护好自己的 院外的侍卫走了过来 停在十几米外就不再靠近 抱拳道 殿下 许大人来了 表表脸庞 笑容瞬间明媚 快请 她坐在秋千上没动 但侧着擒手 瞧手以盼 许七安领着小皇冠进来 大咧咧地坐在葡萄藤架下的石桌 吃着宫女给临安准备的水果 御膳房大厨制作的糕点 以及特供的茶叶 诶 视力在一旁的宫女喊了一下 嗯 许七安不解地看她 那是殿下喝的 宫女细弱闻吟地说 哦 抱歉抱歉 许七安端杯又喝了一口 这下 表表绷不住了 粉面通红 称道 许宁艳 恰好此时 一阵风吹来 葡萄藤微微晃动 阳光透过藤蔓洒在她圆润的鹅蛋脸 小嘴红润 鼻子嗅挺 那双妩媚多情的桃花眸欲说还修 在脸颊的晕红衬托下 透着难以言喻的勾人魅力 那一妹的女人 怀庆和临安都是急出挑的美人 可惜另外两位公主虽说清秀 但和盛世美颜四个字 差了不小的距离 许七安心里惋惜 不然她想尽一切办法 也要把大凤的公主一网打尽 许大人既是长公主的宠臣 又是二殿下的宠臣 将来前途无量啊 小宦官心说 偌大的京城 除了宫里的皇子皇女 能与临安殿下这般相处的 恐怕只有这位许大人 这几天 小宦官随着许七安查案 亲眼目睹她和怀庆公主 临安公主的相处 瞎子都能看出 两位殿下对许七安很重视 很赏识 案子不是结了吗 表表脆声声道 狗奴才 你怎么还要进宫来办案 她是根据小宦官的存在 判断出许七安依旧在查案 否则此刻来韶音院的 就是她一个人 案子还没结束呢 许七安用力吐出一口气 患上难过的表情 殿下 我是不是你的人 当然了 表表毫不犹豫地点头 我被人欺负了 许七安捂着脸 背从中来 我家里面特别地困难 从小我的二叔告诉我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可是 锦绣公那个挨牵刀的狗东西 勒索了我十两银子 临安虽然表里表气 但还是很讲义气的 文言 果然大怒 蹭一下从鞦韆跳下来 袖眉扬起 走 去锦绣公 本宫替你主持公道 银子是小 但欺负了她临安的人 问题就很大 许七安乖巧地 跟在公主殿下身边 一副饱受委屈的模样 行了片刻 随口问道 殿下 陈贵妃身边 是不是有一个叫狼儿的宫女 嗯 临安点头 这个宫女是锦绣公的老人了吧 是啊 自打进宫以来 便在母妃身边伺候 殿下能与我说说此人吗 比如喜欢什么 讨厌什么 近日发生过什么事 本宫怎么会关心 一个宫女 近日在做什么 表表理直气壮地说 她想了想 补充道 倒是挺喜欢吃绿豆糕的 我常看到母后 把剩下的绿豆糕给她 她很爱吃 一问一答间 抵达了锦绣公 远远地 看见了刚才从许七安这里 探没了十两银子的守门宦官 许七安上前就是一巴掌 然后指着无脸的宦官说 殿下 就是她勒索我的 你 守门宦官捂着火辣辣的脸 又气又怒 她没想到 许七安居然带着二殿下 回来找麻烦 自己怎么也是 陈贵妃宫里的人 守府门前还欺品官呢 她可是陈贵妃门前的人 通常来说 外臣是不敢与 宫中太监这般应来的 吃了亏 多半也是咽下去 忍气吞声 再长一个嘴巴 在外人面前 林安保持着宫主应有的姿态 冷冰冰地吩咐 许七安又一巴掌甩过去 甩得守门太监一个亮枪 耳鸣震震 本宫的人也敢讹诈 瞧在母妃的面子上 就饶你一次 下次再敢对许大人不敬 直接扁去做苦力 林安俏脸如照寒霜 把银子吐出来 愿意给一个微不足道的 守门宦官机会 她其实是个挺善良的女子 比大多数皇家女子要纯真 许七安心说 正是因为这个性子 才容易招惹渣男 林安与我关系不错 我得看紧她 不能让她被渣男祸害 守门宦官满心不甘 五两银子 比她一个月的利钱还多 可二殿下的命令 她又不敢违背 只能交出来 她把刚五热的银票摸了出来 双手奉上 奴才狗眼看人低 请许大人莫怪 许七安没接 我给你的是十两 十两 守门宦官抬起头 目瞪口呆 辩解道 明明是五两 许大人怎么能冤枉奴才 许七安立刻看向表表 大声说 殿下 你看这杨凤英伟的狗东西 完全没把你放在眼里 林安瞪着她那双 怎么都凶不起来的桃花某 奴才不敢 奴才不敢 守门太监摸了半天 摸出三两银子 一把碎银 哭丧着脸 奴才只有这么多了 许七安笑眯眯的把银子收入怀中 做好事不一定会有回报 但不做好事 总有一天会被清算 本官给你上一刻 这些银子就当是数休 有些人总以为做错事 道歉就行了 别人再多多逼人 就是对方不懂事 道歉有用的话 还要律法做什么 坑了我五两银子 还回来就完了 想得美 接着 他扭头看着表表线条圆润的侧脸 来都来了 殿下就带我进一趟锦绣宫吧 正好碑职要为扶飞案收尾 当下 表表带着他跨过院门 进了院子 殿下 碑职要找的是叫兰儿的宫女 请您帮我请来 许七安跟着宫女进偏厅 表表则去看望母妃 她朝着红裙子的背影喊 红裙子头也不回 娇声道 知道了 进了偏厅 一位小宫女势力在不远处 许七安问道 茅厕在哪里 大人稍等 宫女软软地应了一声 出门找来一位小宦官 道 带大人去茅厕 许七安随着太监离开偏厅 去了大院南边的茅厕 关上门 他从地书碎片里 倾倒出儒家版魔法书 私下记录忘弃术的纸张 以气机引燃 两道氢气从瞳孔里射出 继而收敛 用着用着 魔法书都薄了一半 不行 这么好用的东西 我要一直用下去 等春围之后 就去云露书院 见一见我的三位老师 嗯 白嫖他们的诗 要事先想好 返回偏厅 他喝着茶 等待那名叫兰儿的宫女 内院 主屋 陈贵妃慵懒得已在软她 两名贴身宫女伺候着 一人为她揉肩 一人为她捏腿 远景帝的后宫里 没有黄贵妃 陈贵妃可以说是一人之下 众妃之上 而且 再过不久 她于后宫中的地位 就真的顾盼无敌了 手里捧着一卷书 陈贵妃笑道 这 春庭月 写得真好 本宫今天越看越喜欢 兰儿鸣嘴轻笑 娘娘这是心情好 书看着才觉得好 另一位宫女笑着附和 是啊 太子虽还未从大理寺出来 但也是早晚的事 娘娘近日来以泪洗面 奴婢们心疼死了 兰儿小声道 真没想到堂堂皇后 手段竟如此毒辣 害扶妃 构陷太子 亏我们还以为 她真的面此心善呢 陈贵妃皱皱眉 斥责道 不得智慧皇后娘娘 娘娘 您就是太小心了 陛下在朝堂提出废后 等诸公确认之后 她便不再是皇后娘娘 另一位宫女哥哥娇笑 或许我们娘娘再过不久 就是皇后了 陈贵妃连连皱眉 想要训斥两个口无遮拦的宫女 呼听一阵轻盈的脚步声传来 母妃 林安来了 门外光影晃动 林安的影子投入屋中 接着 火红的裙摆像一簇 在风中晃动的焰火 两名大宫女默契的噤声 结束话题 陈贵妃露出慈爱神色 支起仙妖 招手道 林安 陈坚不是刚来过吗 想母妃了吗 恨不得赖在锦绣宫 天天陪着母妃 林安是个会撒娇的姑娘 人眉嘴甜 不管原景帝 还是陈贵妃都很宠她 那就陪母妃闲聊会儿 等你觉得无聊了 再会饶音乐 陈贵妃拉着女儿的手 让她坐在自己身边 好搭 表表坐下后 娇声道 主要是想母妃了 然后顺带办点事 陈贵妃笑容不变 柔声道 什么事 表表看向狼儿 吩咐道 许大人有话要问你 她在外院的偏厅等着 你过去一趟 说完 向陈贵妃解释 就是我培养的打更人许七安 母妃对她也有印象的 太子哥哥的案子 就是她在办 似乎有什么话要问询狼儿 但守门的奴才不让她进来 陈贵妃沉音片刻 挥挥手 狼儿 你去见见她吧 是 狼儿道 双手平放在小腹 连部款款 跨过门槛 出了院子 身影渐行渐远 林安收回目光 顺着这个话题 母妃 太子哥哥能恢复清白 还得多靠许七安呢 母妃你不知道 我培养她好辛苦的 你总是说怀亲会培养人才 培植势力 其实林安也不差的 她刚认识她的时候 她还会长乐线的一个小捕快呢 还不是我辛辛苦苦栽培 把她培养得这么出色 陈贵妃亚然道 你是怎么认识一个小捕快的 哎呀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嘛 反正我培养的人 才救了太子哥哥 对不对 对对对 多亏了林安 这次要没有林安培养的人出力 你太子哥哥就危险了 陈贵妃捏了捏女儿 肉感十足的鹅蛋脸 偏厅里 许七安坐在椅子 手里端着茶杯 轻轻吹了一口 这锦绣宫的茶 即使是用来招待客人的 也远比婶婶珍藏的好茶要醇香 不过比起刚才林安喝的茶 还是差了不少 也让二叔婶婶他们尝尝贡品 许七安心里想着 美滋滋地喝了一口 旋即看向势力在旁的小宦官 笑道 小公公 你是陛下派来监督本官的 用官面上的话说 那是钦差大臣啊 坐坐坐 别站着 小宦官竟有几分见识 无奈道 出了经 那才是钦差 奴才这不还在宫里呢 那依然还是奴才 就好比那些巡抚 在外头威风凛凛 可回了经 不就一个小小的御史吗 这话把许七安逗笑了 入目三分 入目三分啊 张巡抚要是回了经 就是个弟弟 而在外头 他威风凛凛 即使是不正史 都只会使这样的大佬 也得恭恭敬敬 自称下官 对了 小公公是陛下请宫里当差的吧 许七安问道 小公公点点头 昨日小公公汇报完 陛下就去了皇后的凤妻宫 有个疑问 许七安藏在心里很久了 昨天从谢阁里 查到黄小柔与皇后的渊源 线索开始指向皇后 但于药房的收支记录 被人悄悄撕毁 因此 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 是皇后救了黄小柔 以原警帝的智慧和诚服 不应该 在案情未明朗之前 火急火燎地去质问皇后 如果原警帝 真是这样冲动无脑的人 太子案发后 他应该直接废太子 不是 小宦官摇摇头 由于片刻 小声道 是陈贵妃去了陛下的寝宫哭诉 指控皇后构陷太子 陛下念及与贵妃的情分 奴才也是那时候被陛下喊去问话的 那会儿 奴才还没主动汇报呢 陈贵妃是怎么知道案情进展的 不用说 肯定是表表告诉她的 臭丫头一件案情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距离太子更进一步 于是欢天喜地地找母亲分享喜悦 在所难免 正聊着 一个穿和绿色宫装的女子 跨过门槛 进了偏厅 她五官俊秀 皮肤白皙 二十四五的年纪 眼睛是那种圆圆的信念 和楚彩薇一样 但没有后者那么大 楚彩薇的大眼睛 总让许七安想到二次元的纸片人老婆 再加上圆润的鹅蛋脸 甜美可爱 大眼蒙昧的称号 当之无愧 这位宫女进了偏厅 吟吟失礼 道 见过许大人 狼儿姐姐 许七安笑着回礼 狼儿站在偏厅里 微微汗手 许大人想问什么 娘娘还等着奴婢伺候 许七安立刻说 抱歉 卑职也是奉职办事 顿了顿 她不再废话 开门见山地问道 狼儿姐姐前些日子去过医药房 狼儿点头 去做什么 太子出世以来 娘娘成日以泪洗面 精神违靡 那天犯了头疼症 奴婢去医药房 取了些书神醒脑的药 狼儿坦然地回答 你有没有撕毁 医药房的收支账策 许七安问道 她对名单上的其他宫女和太监 也是这般干脆利索 有望技术在 相当于一台百事百灵的测谎仪 比监控还好用 虽然望技术有诸多限制 能被法器屏蔽 对术士不管用 也不能用来指控 四平以上的官员 浮飞按事关国本 同样不能用望技术来作为证据 但对于这些太监工女 望技术并不受限制 再说 许七安只是用来辅助 我先确定你是狼人 然后再来调查你 这比顺藤摸瓜的找线索药 简单方便多了 狼儿愣了愣 似乎没想到许七安如何简单粗暴 她摇摇头 没有 呼 说的是实话 施展望技术的许七安 在心里失望地叹息一声 看来她的判断是错的 撕毁仗策的人 不是在五天之内进的御药房 而是更早之前 至于偷偷进入御药房 这个可能性不大 因为远景帝的御药房 储存着珍贵的灵丹妙药 狗皇帝的小金库 都用来炼丹了 把御药房形容成宝库 也不过分 既然是宝库 外头自然重兵把守 不是说潜入就潜入的 两个可能 撕毁仗策的人 是在五天以前进了御药房 或者是御药房中出了一个叛徒 待会就去问御药房里 当差的宫女和太监 想到这里 许七安起身 拱手道 我问完了 不过此案还没结束 可能以后还会拜访 他先打个预防针 省得又吃闭门羹 文言 狼儿眼里流露出明显的不耐 许七安连忙道 回头给狼儿姐姐 送些小礼物过来 京城桂月楼的绿豆糕 是招牌点心 他知道 狼儿喜欢吃绿豆糕 来锦绣宫的路上 林安与他说过 不用了 狼儿摇摇头 带着疏离和些许抵触 淡淡道 奴婢不爱吃绿豆糕 被讨厌了吗 这女人看起来 也快如狼似虎的年纪了 竟然对我这种 世间罕见的美男子 态度如此恶劣 是脱胎完的效果不够妙 还是花镜不曾圆克扫 因此不识男人的好 既然这样 那本官就不打扰 许七安忽然僵重 旺气数提供的视野里 狼儿的情绪很稳定 没有说谎 没有说谎 第25章 坦诚不公 这一瞬间 许七安难言脸庞错愕 和惊讶表情 旺气数侦测出的结果 让他内心疏然警惕 各种念头相互碰撞 火花四溅 他迅速想到了两种可能 一 狼儿其实不爱吃绿豆糕 之所以表现的爱吃 是想讨成贵妃喜欢 二 他在说谎 旺气数没有甄别出来 这意味着 他身上有屏蔽旺气数的法器 第一种可能 暂时无法判断 第二种可能 才是让许七安头皮发麻 肾上腺素疯狂分泌的原因 锦绣宫的宫女 怎么会有屏蔽旺气数的法器 他佩戴屏蔽旺气数的法器 做什么 除非 他这几天 需要用这种法器 来瞒天过海 除非他知道自己近期 会遭遇盘问 他这几天做过什么 他去过于要放 至于是不是被李戴淘江 其实站在眼前的狼儿 是外人易容假扮 许七安觉得可能性不大 人凭面具的话 瞒不过他的观察 若是高段位强者的变换之术 更加不可能 这里是皇宫 高段位强者 根本潜不进来 许大人 狼儿皱了皱眉 眯着眼 审视着失去表情管理的许七安 不能轻易下定论 也许他 只是不爱吃绿豆糕 无意中说出了心里话 心里想着 许七安没有慌乱地去稳定情绪 而是让脸色保持着一定的糟糕 盯着狼儿 略带不愤的语气说 狼儿姑娘 虽是陈贵妃身边的人 但脾气未免也太大了些 本官未朝停留过血 立过汉马功劳 狼儿姑娘的态度如此轻慢 是对本官有意见 狼儿看了他一眼 淡淡道 许大人多想了 奴婢并非轻慢 对大人也没有意见 顿了顿 失礼道 奴婢还急着回去伺候贵妃娘娘 说完 跨出门槛 离开了 看着宫女离开的背影 许七安一颗心沉入谷底 刚才 望气数的反馈里 狼儿依旧没有说谎 最后一句的质问 七安在掩饰自己的失态 也是挖坑等狼儿跳 首先 狼儿对于这场问询很不耐烦 对他观感也是嫌弃 想尽早打发走 这一点许七安可以确认 而正常人在面对 你是不是讨厌我类似的质问时 出于礼貌 会下意识地敷衍 不承认 于是 这就构成了撒谎 可是在望气数给予的反馈中 狼儿的情绪异常稳定 没有侦测到谎言 由此 几乎可以确认 这个宫女身上有屏蔽望气数的法器 也侧面验证了她心虚 刻意用这类手段 开规避拷问 到这里 一个令人细思极恐的真相揭开了 幕后之人是她 陈贵妃 这一刻 无数细节 线索 在许七安脑海里浮现 信息素如同沸腾的湖水 这我是真没想到 赶紧离开这里 向卫公和怀庆禀报我的发现 许七安一刻都不想在锦绣宫待下去了 这感觉 就像在漆黑的深夜 进入某个荒山旅馆 却发现 这是一座鬼屋 招待员是一个眼珠子挂在脸上 满脸腐肉 蛆虫乱爬的恶鬼 桌上的一盘盘食物 是蛆虫 是屎 是腐肉 是人头 许七安则是那个无意中窥破鬼屋秘密的活人 头皮发麻 只想着 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趁着恶鬼反应过来前 赶紧离开 我问完了 小公公 咱们回去吧 许七安深吸一口气 泰然自若地提出离开 是 小皇冠不已有她 颇为轻松地应了一声 跟在许七安身后 跨出偏厅门槛 等等 许七安的步伐忽然将住 如果陈贵妃是幕后之人 那么皇后遭遇的一切 就是陈贵妃即将支付的代价 剥夺魏分 打入冷宫 太子会不会被废 说不准 太子怎么样 许七安不关心 他关心的是 林安怎么办 他今天很开心 因为案情即将告破 太子无罪释放 是迟早的事 可是接下来 我可能亲手把他的母妃 推入万丈深渊 他知道这件事后 应该会恨我吧 相比起怀庆 林安这样的姑娘 心理承受能力更差 母妃被打入冷宫 甚至被刺白铃和镇九 都是有可能的 不谈皇帝的宠爱 仅从位分上说 贵妃和皇后差远了 皇后是皇帝的正妻 或许害死一个妃子 不会被刺死 但贵妃呢 贵妃有这样的待遇吗 许大人 许大人 小宦官见许七安处 在原地发呆 忍不住喊了几声 许七安恍然回神 依旧没有想出 两全其美的办法 同时 心里闪过一些困惑 得知幕后之人 是陈贵妃后 他依旧没有解开 所有的疑问 先回去吧 这件 事先不和委员说了 为了林安 我 我再思量思量 到了院门口 那守门的宦官 怨愤不平地 看了一眼许七安 但当许七安走近 他又立刻收敛了情绪 老老实实 恭恭敬敬敬 对了 你收了我的银子 进了里头 有帮忙通船过吗 许七安在守门宦官 面前停下来 当然 守门宦官无奈道 小人通船过了 但狼儿姐姐说不见 奴才贪心 不愿归还银票 又不好 向大人您交代 所以 他是有准备的 许七安点点头 正要离开 身后忽然传来 狼儿的喊声 许大人慢走 狼儿姑娘 许七安脊背肌肉 悄悄紧绷 表面若无其事地转身 何事 模样俏丽的大宫女 停了下来 笑容淡淡 娘娘想感谢许大人 破了扶飞案 让太子殿下沉渊的血 请您过去一续 当面感谢 许七安刚刚松弛的肌肉 再次紧绷 或许是做贼心虚的缘故 有点头皮发麻 本官还有药物在身 不方便逗留 扶飞案是奉旨办事 指责所在 娘娘不必感谢 她现在不想见臣贵妃 许大人真客气 狼儿眼嘴轻笑 四玩笑一般说道 娘娘说 许大人不去见她 她便不让许大人 踏出锦绣宫半步 草泥马 许七安心里突然一沉 悄悄发散原神 感应周遭 确认没有得到 危险信号的反馈 这才松了口气 我刚才的发现 谁都没告诉我 包括狼儿 她也没察觉出端倪 陈贵妃不可能知道 我已经看破她的诡计 应该只是单纯地想感谢我 做做样子 退一步说 这里是皇宫 外头有大内侍卫 里头有林安 以及身边这位远警帝 派来监督我的眼线 陈贵妃不可能 也不敢在这里丢怎样 再说 我一刀 两个李玉春的修为 可不是吃素的 好 劳烦狼儿姑娘带路 许七安又扭头 对小皇冠说道 你也跟上 两人跟在 褐色宫装的狼儿身后 穿过前院的回廊 进了后院 锦绣宫的主屋 是一座建造精巧的 二层阁楼 黑瓦层层叠叠 飞檐斗角 四方屋脊 蹲着十二只岩兽 二楼有宫 瞭望的瞭望台 适合在春暖花开 或秋高气爽的季节 饮酒 赏景 来到内院 小宦官用力咳嗽一声 给出提醒 许七安心领神会 在院中停了下来 狼儿脚步不停 独自进了里屋 接着 许七安捕捉到他细细的声音 娘娘 许大人来了 陈贵妃恩了一声 柔声道 我有些话要和许大人说 你们都退下吧 去外院 然后是林安的声音 嬌声说 啊 林安也要走吗 我不走我不走 林安听话 哼 陈贵妃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平退其他人 有什么话 是大家不能坐在阳光里说的 许七安眉头紧皱 紧接着 林安和屋子里的两名大宫女 跨出门槛 与许七安擦身而过时 表表偷偷吐了吐舌尖 低声说 待会记得向本宫汇报 小宦官左右为难 正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便听狼儿说道 娘娘说了 其余人退下 你没耳朵吗 唉 小宦官点头硬着 转身跟了上去 等等 许七安喊住他 训斥道 陛下派你来监督我 你得有钦差大臣的自觉 腰杆子挺直线 旋即 他大声说 本官终究是外臣 与贵妃娘娘 不便私下见面 这位小公公负责监督本官 是奉了陛下旨意的 他这话表面是说给狼儿听 其实是对里头的陈贵妃说 沉默了几秒 屋里传来陈贵妃的声音 那便在外头候着吧 站远点 许七安挥挥手 小宦官乖顺地推到远处 站在院中 许七安假装整理仪容 其实趁着这个短暂的时间 权衡着利弊 猜测着接下来会发生的事 如果只是感谢我 没必要秉退众人 换而言之 陈贵妃与我说的话 是不能被外人听见的 我让小公公站远一些 是对陈贵妃的一种妥协 站远处的优势是 既听不到我和贵妃的谈话 又能清晰地看见 我们在屋内的一举一动 这就杜绝了陈贵妃 假装老鹰吃小鸡 实则诬陷我欺负后妃的算计 虽然这个操作有点粗烈 但我不能不防 思考结束 她进入了屋子 见到了端坐在软塌 华美宫庄的陈贵妃 这是许七安第二次见到陈贵妃 上一次还是去年年底的祭祖大典 她一嗓子 吼她永正山河庙 然后假模假样的表忠心 近距离见过皇帝的女人们 陈贵妃和林安是一样的脸型 标准的鹅蛋脸 眉眼 嘴唇 鼻子 都很标致 单凭颜值来说 陈贵妃比皇后要稍差 但她的气质端庄温婉 亲和力比皇后强 不过 绣花华美的衣裙 和头上繁杂昂贵的首饰 破坏了她的亲和力 许七安见过的女子里 只有林安能驾驭奢华的首饰和衣衫 越是华贵 她的魅力就越强 就好比很多女孩子 不打扮的时候很漂亮 一旦浓妆艳抹 就显得俗气 而林安则是那种 打扮越艳丽 就越好看的女子 这一点母女俩不像 京臣陛下 在朝堂提出废后 许大人想必有所耳闻了 陈贵妃的声音 少了少女的清脆 多了成熟妇人的温婉 令人如沐春风 卑职已知 许七安言简一概地点头 那许大人来我锦绣宫 所谓何事 此案上有一些疑点 陈贵妃呕了一声 似笑非笑 有何一点 这 卑职愚昧 暂无头绪 屋内短暂地安静下来 陈贵妃凝视着许七安许久 脸上笑容一点点收敛 不多时 已如赵寒霜 一字一句道 你撒谎 这三个字 像是重锤 砸在许七安心里 又如惊雷在耳畔乍下 她怎么知道我撒谎 她眼神里 立光不受控制地射出 呼吸未知急促 但又在下一刻 收敛了所有情绪 茫然道 娘娘此言何意 你能拥望气数看别人 别人也能拥望气数看你 陈贵妃端起茶杯 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 叹息道 本宫邀你过来 只是试探一番 可你刚才的谎言 让本宫无法再心存侥幸 许大人心思敏锐 世上再精妙的案子 与你而言 都是些小把戏 陈贵妃是术士 这不可能吧 她为什么要向我坦白 不怕我告诉原警弟吗 她邀我过来的目的是什么 种种念头闪过 化作一声叹息 娘娘 何必呢 我可以假装不知道 然后回头找卫公和怀庆对付你 许七安心里补充 到这一步 两人相当于坦诚不公了 陈贵妃的坦然 令许七安意外 她知道这绝非好事 你是什么时候查出来的 就在刚才 陈贵妃又喝了一口茶 平静地就像在闲聊 是 我看出兰儿做了伪装 但之前有所怀疑了吧 说说看 陈贵妃笑了笑 许七安沉吟道 卑职回顾扶飞案的经过 确实有很多疑惑 娘娘怎么会平白无故地 在桌上摆皇后 送的百日春 这里毕竟是后宫 用滋补壮阳的酒 把太子灌得微醺 就不怕她做出错事 这不符合您 小心翼翼的风格 当日怀庆 与她说起皇后 被打入冷宫的经历 提及陈贵妃 对太子之位的重视 以及心胸狭隘 小心谨慎的风格 许七安就有此疑惑了 她接着说道 皇后虽然可以买通 黄小柔给太子设局 可她怎么保证 太子一定会去清风殿 而您是太子的生母 知子墨若母 知道她对福飞心存念想 于是半途派皇小柔 守株待兔 这么一想 就更合情合理 之后嘛 从皇小柔的尸体被发现 再到碑纸找出线索 指向皇后 认为推动的痕迹太明显了 可皇小柔如果就此失踪 又达不到您购陷皇后的目的 当然 那会儿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依旧觉得皇后的嫌疑最大 我想不通的是 您为什么要派人 撕了预药房的收支册子 那应该是指认皇后最有利的证据 非但多此一举 还暴露了自己 陈贵妃摇头 并非多此一举 那原本 是我刻意留下的证据 假如查案的主办官不是你的话 他会是攻击皇后最有用的证据之一 可你的死而复生 完全出乎本宫的预料 皇小柔的尸体 和预药房的册子 同时被发现的话 引导的痕迹就太重了 我怕你看出什么 直接禀明陛下 于是派人撕毁了册子 所以你当时心存疑惑 却没有一口咬定 是皇后就是被冤枉的 哼 如果陛下提前知道这些 昨日本宫的哭诉 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然后 从临安那里 了解案情进展 我一边给陛下施压 一边派人暗杀你 只要你死了 皇后再认罪 这一切都将天衣无放 许其安缓缓点头 今早他还觉得 皇后是暗杀他的最大嫌疑人 心里发狠 要和怀庆离婚 知道未冤告诉他皇后认罪 才觉得此案另有隐情 原来 想住我与死地的人 是陈贵妃 好了 什么都不用说了 我要和临安离婚 卑职还有两个疑问 不知娘娘能否解答 说来听听 陈贵妃淡淡道 太子已经是太子 为何娘娘还要这般 陈贵妃笑了 笑得很复杂 像是在嘲笑许其安 又仿佛在自嘲 太子终究是太子 一日不登基 就有一主的可能 皇后一直是皇后 四皇子便永远是嫡子 如果我告诉你 陛下原本属意的是 四皇子呢 若非陛下当年知道 皇后根本不爱她 四皇子已经是太子了 许其安敏锐地发现 陈贵妃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眼神里既有痛快 又有怨恨 可就算是这样 时隔多年 太子之位一直没变 娘娘是不是太起人忧天了 朝堂之事 你懂什么 陈贵妃冷笑一声 有卫冤在 四皇子的迎面 就永远比我要大 卫冤始终想着 赌掌朝堂 一扫成科 她要施展自己的报复 就一定会把四皇子 推上皇位 我一个女子斗不过魏冤 只能从皇后这里使劲 皇后乃后宫之主 母仪天下 是女子最高殊荣 本宫也是女子 也掩热皇后的魏冤 对于魏冤的志向 许七安有所了解 知道陈贵妃说的是实话 最后一个问题 娘娘身后的人是谁 许七安问道 陈贵妃明显错愕了一下 她沉默许久 摇头失笑 本宫越来越赏识你了 看来临安无意中 挖到了一块宝贝 你是怎么笃定 本宫身后还有人的 许七安目光下垂 看着脚尖 撕存道 如果娘娘早就知道 国舅做的事 那么为何迎认这么久 直到此时才出手 如果娘娘是近来才知道 国舅和黄小柔的事 那么又是谁告诉娘娘的呢 肯定不会是黄小柔 她能隐忍这么多年 无缘无故的 不会突然改变 坚持主动向你透露 其中必定有一个千桥大线的人 另外 娘娘知道碑芝说谎了 撕天剑的忘记术 可不是一般人能施展的 碑芝刚才又猜到一个可能 许七安抬起头 您是这陈贵妃娇美的容颜 您的目标是皇后 而您背后的人或势力 目标是卫公 陈贵妃脸上没了笑容 眯着眼 端详许七安很久 忽然说 许大人觉得 林安如何 很耐思 许七安心里一动 没有回答 太子与我说过 林安到了初阁的年纪 我默默留了一个心眼 随后发现 她自从认识了你 逢着来锦绣宫 嘴里念到最多的人就是你 陈贵妃寻寻善幼 少女怀春的年纪 本宫也经历过 听说许大人不日便将风绝 子绝虽不大 可意味着你 踏入了贵族阶层 本宫可以给你承诺 三年之内 让你爵位更进一步 到时 把林安下嫁给你 赤裸裸地拉拢 这也是陈贵妃 与她坦诚不公的原因 许七安有些犹豫 陈贵妃乘胜追击 即使你知道了秘密 但要指认 本宫是不可能的 狼儿近日身体不佳 突发疾病 太医没有就回来 这个结果 许大人觉得如何 天真可爱的林安 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母亲 画大饼就想忽悠我 许七安沉吟道 三年太久了 谁知道贵妃娘娘 是不是在忽悠卑职 陈贵妃醋眉 最快两年 风绝之事 非同小可 这点你应该清楚 卑职不是这个意思 许七安白白手 露出腼腆笑容 卑职是想说 成清德三年 但能不能先原防